这是忙乱了 行如芭蕉 芭蕉大家吃过吧 芭蕉其体为脆 无有坚实 芭蕉树本身就是中空的 芭蕉自己本身里面是软的 对不对 以欲众生妄念千流 造作诸行 亦如芭蕉 虚脆而无坚实 所以众生的这个行 所有一切其实都在变异当中 这个妄念拉着你 一直在往前推 所以不断不断地重复 可是这都是虚妄不真实的 芭蕉为脆 事如幻事 幻事就是幻师 以幻术产生的种种幻事 也就是它虚幻变魔术 变出来的 这个不是真实的道理 这是幻有 那众生就是有这个情世 有这个世心 在分别诸法 这个就是妄想 这个就是妄想 妄想的过程 产生的这种答案 这个是 所以修行里面 要懂 这种想心事的关系法 我以为您要继续